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财经自由港 这个星期又有我两个拍档 Joseph 盐宝江和梁俊涵 巴基尔 我们今天录影的时候 刚刚其实是英国和美国都分别加助息 符合市场预期的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由现在到年底到12月 究竟还会怎样发展下去呢 是加0.5还是会少过0.5等等的问题 你们观察到过去这24小时 大概有什么特别在市场上是明显的 其实这次联储局的加息都是第四次加0.75 其实如果加上第四次加上加了3厘息 之前市场有些不同的风格 包括所谓卫家日报那个联储局的后涉的话 其实可能会转甲的 但是转甲不是了 大家看到其实鲍威尔在议息的记者会都说明 会继续用进取的方法去打击通胀 所以看到股市一度游升转跌 那美金也强势 似乎联储局这方面的加息步伐 会不会放慢一些呢 我也有点懷疑 英国这边就终于看到第一次跟到联储局的加息幅度了 就加到4分3厘 其实都算进取的 因为都是说30年来最大一次的加息幅度 但是一旦颜色大家看到那个英镑的跌势 都记忆着跌近百分之二 那一方面就可能是美元强势 另一方面就似乎英国银行的取态 都是令市场有些疑问的 因为英国银行比较罕有 他这次在那个意识声明里里面 就提出了不同的scenario 就是不同的场景 就包括说 譬如那个 如果铃铃加到5厘 那经济情况就会衰退的比较快 如果加到4厘5厘 那就可能通质也就会比较难控制 那就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但是似乎市场这样解读就觉得 英银行未必很大的决心会继续加息 所以看到那个英镑是跌得比较多 那当然现在英国比较重视 就是来着首月17号那个新的财政预算案 他们都不叫迷日版 都叫冬季版 那到底是怎样填补他们所谓的 bad hole 就是那个财政黑洞呢 那也都是市场关注 到底英国那个 来着的经济状况 包括那个财政状况是怎样的 是啊 Simon刚才所说的 其实结果是真的没什么惊喜的 市场一早已经buy in了 现在75点字了 那其实大家觉得有惊喜的那件事就是 就是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之后的一些讲话 甚至乎其实在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是因为市场超前预期了太多 所以大家才觉得鲍威尔说话是有所谓的惊喜 因为其实在联储局的声明里面 他就有一句就说呢 日后的动作就是一些收紧 整个货币政策的一些动作呢 会影响了 就是会考虑了货币政策有滞后性的 那市场就开始幻想了 喂! 是否在联储局之前已经加了这么多 开始会有些所谓的暂回加息的动作 会出来呢 但是 就是鲍威尔他老人家开记招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去想 停加息就言之上早 还加多一句 就是最后需要加息的幅度 可能比我们九月预期的更加多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一次过打爆了这两三个星期 就是市场去 就是这些超前的预期啦 以及炒作去做反弹的理由 所以看到这两天的市况 都是比较霜一些的 就是就下来啦 不论美金就偏强啦 那股票市场 一些资产市场就偏强 那 我想都是回到一开始 讲的那样东西 就是 其实是陈康老调来的 他 联储局一直都说 我们会根据 通畅的数字啊 就要的数据啊 我们才会 去决定 会收紧多久 以及收紧多多 的货币政策 这个立场呢 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的 那所以 如果回到 Simon一开始 想研究那个问题 就是 哦会不会 就是 连美那次的加息 就会可能会 相对减强一些 会不会是0.25就够呢 我觉得 就似乎可能性不大 始终如果你看回近期 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不论是就业的数据啦 或者是一些 所谓CPI或者PMI 其实 每一行的数据 基本上出来 都是比市场预期的好 明显地还是经济各异作弱 那么 现在的市场就是 你超前预期了 夏年会衰退啦 再超前预期就是因为联储局会同意 夏年衰退啦 然后呢 就会放慢那个 减息的速度 甚至乎会不会 重新变回这个量观的世界呢 那么我觉得就 好像阿宝尔或者 可能真是言之上做了一点 始终现在 真是没有数据是反映到 所谓的衰退是真的来的 不过有趣的就是 我觉得昨天 在联储局那个 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之后呢 那么我看到两派的声音都有的 就是有的人就觉得是 哇夹了有的人就觉得会 哦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 那么我下一次不要加0.75那么多 炭腸去加 其实我相信他昨天的 就是记者会上面讲的 是任何 interpretation都可以有 就是你喜欢怎样去看他 都会找到一些理由出来 我多肯定就是 就是伯威尔自己 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次究竟会怎样 因为 就是言之上做这个 就是有理由的 但是 我发觉 似乎 去到现在这一刻 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 反而是 模糊了 就是之前 好像大家已经会懂得去讲到 我看到那个整个narrative的时间点 之前大家会说 哇去到2023年的第一季 那个大概是5厘或者5厘半 就是那时候的预测是这样的 而现在大家要把那个 就是 这个 time horizon 缩到去 不如我们先猜到12月 我看到那个不可 就是不稳定性是大了 其实 还有呢 其实 鲍威尔也有说的 那个滞后 滞后性是一直都存在的 就是教科书式的说法就是 其实任何的 一些所谓的货币政策 不论是放水也好 收水也好 其实都要四至六季 那我相信 我相信联储局 其实今天 其实没有人有能力 去博士到四至六季之后 那个数字 究竟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加到多少的水平 才是按得回现在的通胀呢 是说的是8.5%的年通胀 所以 其实他们都只是摸着石头的 我想见步行步 那个市场 如果那个CPI数字 或者是等等 各样东西还是 继续向上升 那我们再 继续加息去尝试压制住那个通胀 他们都是这样走着 很难是真是 很正确地猜到 我四至六季之后会发生了什么事 我反而想大家讨论一下 到底现在联储局加息之后 那其实香港银行那边 就今天就比较象征 加了四分之一零 上次加了八分之一零 那其实讲的都是去到5.375 和美国的息口都还差近三零 大家觉得 其实香港有没有追加息的条件呢 如果追加息上来 我比较担心就是 无论楼市和资产市场 香港那边的影响 可能没反映 有趣 因为你如果看香港 现在的状况 现在的状况呢 其实时时的人就说 银行体系结余下降的 我就说银行体系有结余 这个已经本身是一个 反映了 你不是只是资金的供应 你还有资金的需求 我觉得香港 为什么一直以来有一个滞后 其实就是对资金需求 不够大 不够大 所以香港反而是 港元 可以是一路有过这样的色差 就是以前 在2005年它改制之前 就是没将那个区间 从775到785 他那时候 饮说法就是说 为了要打击那些 就是炒家 其实那些 interest rate arbit charge 在05年之前的世界 应该就不会有这种 港美色差的 其实现在去到最后就是 这个港美色差的现象 又是你那时候的老饮 是by design 这样 introduce 到制度里面的 那结果是有资金 滞留了在这个 就是system里面 但是 它又没有什么出路 是吧 又没有什么都放出去 那你香港有一笔这样的 银行体系结余 其实这件事是 其实是不efficient的 就是你在经济学国里看 但是anyways 就是似乎现在 美元强到这样 香港都还是有一个 这样的空间的话 我不知道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可以trigger到 第一你会看到 银行体系结余 去到没什么多少剩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 是一个 戒点 就是整个气氛会变 其实97年那时候 情况也是类似的 亚洲金融风暴 的初期香港是资金被封港来的 那时候是有钱值的 是真的要去到 就是整件事去到尾声 香港才是最后一站 赞放烟花 所以我的看法是 你见香港现在开始都跟回 但是 好像你说的 就是四分一厘 始终连幅度都是慢了的 似乎香港都反映了 可能这个加息周期 都差不多了 其实 我想 另一个考虑就是 这个息差的 扩阔 除了在一些 比较机构性投资者 当然他们会用 资金大 这个息差 一存在的时候 他能够 获得利润 就会自然比较多了 但是慢慢地 当他闊到 一个位 就是连一般的 所谓的散户 就是你跟我那样 都发现 原来我放外汇定期 是有着数的 他有着数过我做港元定期 或者怎么样 这样的时候 那就可能 是 真是他要 推荐到 我要 加一些息上去 如果不是 那些钱 就会 就是 他都可以是在香港的 但是 就会在 他就会换作其他的一些货币 那么 他就一直要拿美金出来 接盘 其实都是 大概 那我估计 真的 trigger 那个位置就是 去到这些位置 就是当 散户都发现 咦 有着数 那样 或者那边有着数 那我们先去那边 那就可能会 Simon刚才说的 资金水平 连连了一件事 其实这几个月 我也有看 港元的贷款水平 其实看到的增长是放慢的 有些时间甚至是会跌的 那其实似乎是反映内部经济 对贷款的需求 特别是楼市方面 大家看到那个 外揭需求是在减慢着的 那另一个观察是 其实大家记得 2018年前 港元 所有的银行帖 亦说的可能是 三四百亿的水平 就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时候已经是觉得 一个正常的水平 所以现在基本上仍然是一千亿 那跌回到三四百亿 其实都不可能发生 不过大家会担心 到底追加的幅度会不会突然超前 因为现在在说贷款利率 去到 即是P 去到 一位利率 去到5.3 7.5厘 如果你就算追加不到 3厘加1厘加2厘 如果贷款利率去到 7厘的时候 其实对经济的伤害就会更加大 我们看到第三个GDP都是慢 但是 另一个可以参考 其实就 我想这个都挺影响 银行是不是加息 就是因为 大银行 特别是那里的 那里的机家发钞银行 他们的存款基础大 那其实加息本身对他们就不利 因为它要加上 那个存款利率 所以他们常常都想禁止禁止 但是如果当那个银行劫余跌到 好像刚才说到三四八亿的时候 可能这个资金流走会速度加快 他们到时就没得选择 可能都是要追加快那个利率 那我是担心 其实大家最近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大家惯了零息这个心态 实在是太久了 零八年之后那个低息环境 是挺惯常的 那如果买一个息口 追加得比较上去的时候 就可能那个连锁效应就会比较大一些 特别是现在香港经济 大家都感觉到其实还没回来的嘛 就是不是好像高官说 香港是回来的 就仍然都是经济表现比较差一些 那可能那个伤害就更加大更加深了 我都有留意就是 就是如果说 就是说来进行加息 就是对香港整体的货币会大了多少 那我看第一我看一下 每季他们就有一个按揭的survey 就是金管局有公布 但是现在香港那个 就是 你说借了去楼市才说那些是最大风险 那个比例其实都不是说太夸张 我想就是这么多轮的那些逆周期控制 其实我想起来 我觉得银行是真的 在过去这个周期是很变化很大 就是整个盈利模式不同了 现在我们讲的 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 就是return to 讲着八九十年代的世界 有点点长息 就是不会说叠长息都只剩下那两厘那种日子 就是我想可能这些会 可能是一个更加大一点的经济周期的一个发展 我现在觉得的情况是 但是呢 就是我们除了讲这个经济周期这件事 其实有一样东西也是这个经济周期开始 在过去这一段日子 讲着这两三个月 就是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 例如Bitcoin也好 Ethereum也好 其实我想在八月到现在 是反反复复好像是好一点的 那么又刚好这个时候呢 就是香港的政府呢 就出来说 研究一下 是否要将这个市场 就规范化 但是我见他们的说法就是 可能会有etf 就是究竟是否最终 是会end consumer 可以直接参与啊 还是某程度上又要经过他们 就是架床叠屋 特意要去 就是没有那样做那样 这样搞出来呢 因为现在那个细节是未出的 但是Joseph你觉得 现在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走来跟人说 我们可以试一下做一下加密货币 这样 其实大家留意 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都是这些加密货币 一些很天堂 其实很多 2018年前很多这些币圈公司 在香港都成立了不少 不过就自从内地这两年 就严厉打击所谓内地经营 那些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那些很多所谓虚拟货币的公司 就搬了去新加坡 或者去回欧美 那令到香港这个市场就慢了很多 那我有些怀疑 就是他们想突然放昏 所谓的加密货币监管 就其实之前都可以做的了 不过就他有个特定的限定 就是所谓的专业投资者 就是说是要100万美元的投资资产 才能去参与这些所谓的 加密货币平台交易 那就是说7、80万港元 那现在他似乎是想放昏这个门栏 就令到那个所谓的加密货币 那个加密货币就更加普及化 那就想似乎是 就是做一个虚拟货币的 一个枢纽在亚州里 那你见他现在都是小小试验计划而已 那他提出了三个东西 就是NFT 那另外就是一个所谓的绿色 的虚拟货币的善计划 那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比较关键 是他提出说 希望可以用数码港元 作为这个虚拟货币平台的骨幹 那数码港元是什么呢? 如果几个月前大家记得 其实金本英国都做了一个资讯文件 就是总结了到底外界怎么看这个 这个所谓的数字港元 数码港元的一个善计划 那当时的结论是正面的 那也都说收定相关的 这些货币就变成了大家 手机上的一个数码的货币 那我有点觉得 其实他做这个数码平台 很合法呢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配合 就是数字港元 其实简单说 现在其实大家用开PayMe 或者其他支付 其实在香港已经很方便 就是如果纯粹是在零售层面 看不到数字港元有什么需要破扣 其实他自己的文件都提过 就是说其实希望可以把数字港元 和所谓现在大陆出的 一个所谓的数字人民币 做一个配合 就变成央行对央行 就是人行对根本局 这个数字人民币就接数字港元 就做一个跨境支付 这个似乎是他的大方向 似乎在当局这个层面的时候 就做这个放宽的 我相信是他配合这个计划去做的 如果你说数字央行货币 就是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也好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你刚才就是说如果有数字港元之后 那情况会是怎样呢 其实我会打个比喻就是 每个市民他都有一个户口 这个户口不是挂在任何银行里面的 这个户口就是香港的一个 好像全民的public ledger 那可以说得很好听的 因为总有人是没有银行户口的 unbank所谓的 那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口 至少一个可能是 那你不会有unbank这件事了 那你的所谓最主要的current account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 你过户啊成 其实那些infrastructure 现在就出来了 转数快 不一定要挂在某个银行户口上 那你说不是直接去把银行 去中间化都好 但是现在理论上 最乌托邦式的想法就是 每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的banking opportunity 这个是正面的看法来的 但是当然另外一边大家就想 那以后你不是随因随法 那些货币是不是会没有了規矩 那其实我想说 这个根本就跟数不数码化的事了 你不数码化都是这样做的 有些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是 反而都是回去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香港的货币发行制度 最大的忧患在哪裏 我想这个就是我和Joseph 这段节目都讲了很多次 在香港的财赤 就是一个财赤的政府 就没办法守住一个货币发行局的制度 but anyways 这个也是 就是我觉得反而是 本来这个数码化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是由这个政府去推行 大家就会突然间很多想法 所以就不是件事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就是你有个信任在那裏就可以了 或者你信政府就加油了 但是 我想当现在普遍地大家对中国政府 或者香港政府的诚信 是有些怀疑的时候 大家对件事的看法就因而改变了 没有说对还是错的 因为直到他出事那一刻 你都不会知道他出事的 但是数不数码化 是不影响他出事的本身 我认为Simon刚才那个说法 应该这么贵留 你不数码化 其实现在都是用Bank account 现在都是数码了 不过不是那种 在一个public ledger 在一个public chain上面的 这样的情况 迹象是有些小型的 或者是有些地益 或者是有些小型的 或者是公共资源 就是一般很大型的 所以那些公共资源 就是我认为他们有些商业 看见他们有些公共资源 就是不在乎是在乎是在乎一样的 就是在乎的公共资源 但是似乎是在乎是在乎的 公共资源 就是在乎是在乎的公共资源 就是在乎的公共资源 ,是在乎的公共资源 如果大家回到1997、98年,有些年轻听众没经历过那些时候,真的会有银行擠题 特别是某些国家,在亚洲来说,早些开始爆了金融风暴的,有些银行擠题的情况 银行擠题是怎样的呢?大家要去银行排队,拿回自己的钱,因为你已经拿不完,你对银行没有了信用 如果数码化了那件事是怎样的呢?就是当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糟了,我存在那里的钱 可能一万元或者十万元才算了,如果明天会变成废,用不了的 你要想办法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将整件事真的由实体现场场景变成数码化 所以其实当这件事是有问题,要去到爆煲的时候,这件事跟数码化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不是,那更简单,你连擠题都没得擠题,你提到哪里呢? 你提到哪里呢? 变了去政府总部的擠题 就是你拿不到东西出来的,没有东西拿出来的 我记得刚刚出的那个数码港元的资讯文件 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突然间很害怕的 怕自己的资产突然间会不会变成比国有化 或者是刚才三民讲,会不会是央行金会局就揽发货币 当然现在在货币犯局之下,其实这个就不关数不数码港元事 刚才三民讲,基本上是它守不守着这个联系绘律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跟大家谈一下,其实虚拟货币本身 就是去中心化的,理论上大家追踪不了,难追踪一些 但是反而数码港元本身就是一个中心化管理 跟那个所谓以往我们认识的所谓比特币 或者其他这样的虚拟货币,性质就不太同 但是怎样去行动这两个东西呢?如果是币圈要增加那个规模 但是另一方面数码港元就是另一样东西就是一个中心化管理 那其实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冲突呢? 我想其实另外那些,就是想在这个新香港的新的币 的Ecosystem找到那些人,其实他不是想做一只货币出来给人炒 就是以前是第一代的那些,ICO那些人,因为个个都很疲惫,想炒 我想现在是开始,无论是监管机构也好 我想做这门生意的人也好,开始想就是 怎样去反而做那些所谓的DeFi 就是Decentralized的Finance 其实简单一点就是借钱了,是不是? 其实这个同样的一件事,重复又重复发生了很多次 就是之前有什么P2P金融啊 就是类似的,其实所谓的FinTech 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 怎样去借钱,怎样去收息 就是怎样可以收最高的息 然后最低的Default Rate 我想,未来可能就会是这样发展 就是他会去enable这些人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又是,就是等人可以借到... 就是等人去做,我不敢说大耳窿 不过是做一些高息一点的借贷 不过Simon,这样讲起这个例子 又令我想起,过去两三年 中国爆得最多,就是所谓割韭菜 做得最金的就是这一半 就是很多这些类型P2P 就是,我有散户存钱进去 然后你又可以去借钱 那散户收了高一点的利息 这种平台呢,基本上收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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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久大家呢,在这些媒体都会看到 哪里有爆发一些抗疫啊 就是因为我哪一家都收拾了 那究竟哪一个割韭菜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 令我想起这件事 就是大家去想那件事的时候 当然啦,他可能会给你一个好一点的回报 但是那个回报是代表了什么呢 大家其实每一个投资的时候 都是要去想清楚 我究竟我获得这个回报的时候 我潜在那个风险会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想清楚 OK,那呢 这个end it very nicely 就是说一些大道理 大家记住,便宜莫贪 那我们今集的时间呢 就是用这个作为一个这样的结论 那就多谢两位拍檔 那我们大家就下个星期再会 谢谢,拜拜